好,那么SVD其实就是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么咱们光通过这个式子可能看起来不是特别直观 咱们举这样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在这里咱们先是有这样一个矩阵吧 这个矩阵它就是说它的一个 对于它的一个我们看吧 这有一个TITOS TITOS里边它有T1、T2一直到T9 代表着九种不同的标题 然后左边它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不同的一个单词 就是说假设说是一个新闻出现的一个单词 新闻当中出现的一个词 它在哪些TITLE当中出现了 比方说book这个词在TITLE3和TITLE4当中出现了 咱们就标上一个1 假设说这个rich在TITLE6中出现了 咱们就给它标上2 出现一次咱们标1 出现两次咱们就标2 这个就是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当中它的一个行就是它的一个单词 每个单词在不同的一个TITLE里边出现的一个字数是多大的 那么这不就是一个矩阵吗 这个矩阵咱们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个SVD分解 分解完之后咱们就得到了一个U 得到了一个S 得到了一个V 这个U、S、V分别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呢 其实来说这个含义需要大家自己来猜一猜 因为来说就是说跟PCA似的 这个PCA是不是说咱们变换完这个东西不太好解释 对于SVD来说也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其实解释起来也是需要大家来猜一猜的 咱们来看对于这个对角阵来说 对角阵里边我们看这有三个值吧 我怎么可以挡上了 有这个3.9还有2.6还有2.0 那是不是说第一个值对应的一个向量它比较重要 第一个值对应哪个向量 对应这个向量吧 所以说咱们这个向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咱们先来看最主要的那个方向 它表达了一层什么样的含义 首先来说这个book book这个词它等于0.5 0.15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猜一猜 0.15是说它在T3和T4当中都出现了一次 那是说它出现的一个频率比较低吗 咱们再往下看啊 假设说这有一个0.74 这是Investing Investing在这呢 它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所以说它这个值比较大吧 那么对于这个Deads呢 它等于0.24咱们来看 它也是出现两次 我找一个出现三次的 这块一个Rach咱们来看 Rach是出现三次的吧 它是稍微比这个book大一些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可以通过第一个向量 它表达了这可能是啊 这样一层含义 就是说咱们不同的一个Title 出现的一个频率 大概的一个分布的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么对于这个Title来说啊 也是一样的 咱们第一个向量对应哪个Title啊 对应着这个向量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我举个 咱们看谁呢 咱们来看T6吧 这个比较大 T6是不是说 它里面有多 一共出现了多少种单词啊 一种 两种 三种 五种 它是出现了五种 标上一个五 再看看T7吧 T7它只出现了三种 T8呢 T8只出现了三种 是不是说也好像有这样一层含义啊 在Title当中 咱们这个矩阵啊 也是好像相当于咱们的一个 每个Title当中 出现了多少不同的单词的一个个数吧 那么这个就是说 SVD SVD分解完之后呢 咱们可以得到一层比较隐藏的含义 这层隐藏的含义呢 帮咱们分析了一下 原始的矩阵当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的信息啊 咱们可以把这个主要的变化方向给它找出来 那么这里啊 咱们再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啊 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推荐系统啊 是用SVD 咱们如果说用SVD做一个非常简易的推荐系统 咱们该怎么样去做呢 这里啊 假设说咱们现在 嗯 这么说吧 就是说咱们现在有user和item 咱们这个 这个一二三四 我们看这些一二三四 它是表达的是一个item 就是有六个物品吧 然后呢 横着的这个本啊 Tom啊 John啊 Fred啊 他表达的是四个用户 然后呢 这四个用户啊 对这六个item分别进行了一次评分吧 比如说这个本 对第一个item 他给他打了五分 对第二个打了五分 第三个打了五分 打零分啊 不是说他分特别低 而是说他还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 他没买过这个东西 他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说用零给他代替了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就构造成了一个user跟item的一个矩阵了 有了这个矩阵之后呢 咱们还是同样操作 我可以对他进行一次SVD吧 就是说我找一找什么样的三个矩阵相成能够得出来 咱们这样一个原始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user跟item组成的一个大矩阵吧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分解完了 假设说啊 我现在不管他有多少个分解完 能有多少个特征向量 假设说我让这个r值是等于2的 就是说我现在就想我找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为什么说是找两个呢 因为一会咱们要画个图 咱们要画二维的图 你找三个我就不好画这个图了 所以说这里呢 咱们先让这个r等于2 咱们先去找出来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两个维度比较重要的 那么对于这个U矩阵和这个V矩阵来说 首先这个U它是一个6乘上2的 然后呢 这个V来说它是一个4乘上2的 我们先从这个来看 就是说一个6乘2和一个4乘2 它跟咱们的user和item有什么关系 咱们先来找一下这个对应关系 咱们item有几个 item有6个吧 那是不是说这个U矩阵表达的是一层item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V呢 它是4乘2的 跟咱们user的个数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说这个V矩阵啊 它表达是user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咱们通过一个图来表示一下 在这里啊 我分别把这个咱们不同位置啊 给它画成了一个方框和这个菱形 对于这个方框来说啊 我们还有几个方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么方框表达的含义啊 其实就是这个V矩阵嘛 因为V矩阵当中有四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2啊 相当于是两个特征吧 或者说是两个维度 以后是在那里坐标系当中 我们看 这坐标系当中嘛 它是有两个维度嘛 这两个维度 比方说一个x吧 和一个y 那么乘上这个2呢 就表示xy 这两个维度 然后呢 对于U这个来说 它是一个6乘上2的吧 6乘上2是不是说 相当于啊 咱们得到了六个东西吧 我们看什么是六个呢 零形有几个 123456 是不是说咱们菱形也得到了六个 那么菱形是什么意思啊 菱形就好像相当于物体之间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那么方框呢 相当于是咱们用户之间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这里啊 咱们就可以看来来看一下 对于用户来说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 哎呀 假设来说 我现在想找一下 就是说推荐系统 它是怎么做的 首先来说一个用户进来了 这个用户 比方说这个方框1 哎 它是一个历史用户 他在购物车里有买了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呢 这个方框2来了 方框来之后啊 他也买过一些东西 他的购物车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现在想啊 像这个用户2 他推荐一些 他可能会买的东西 那是不是说 我现在去查一下 这个用户2 他的购物习惯跟谁相似啊 假设说我查完了 用户2这个购物习惯跟1相似 那我就可以在1的购物车里边找一找 哪些1买过的东西 2还没买过 那么这些东西呢 可能2就是需要的 我再把这个东西推荐给2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点咱们来看一下 谁和谁比较相近啊 这个本和这个Fred 他俩这个人啊 做的比较近吧 我们看 他俩就是说 咱们可以定义一种相似性的标灵 用这个咱们欧视距离 也可以用这个预先值 比方说 我算他们跟这个 X头之间的一个夹角 或者说算什么样的夹角 都是可以的 咱们可以啊 自己定义一个相似度的度量的公式 然后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本和Fred 他们是不是有一些相似 这个本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Fred 它是在这个地方 首先来说呢 本对第一个评5分 Fred也评5分 本对第二个评5分 Fred评4分 好像也可以 本对第三个评了3分 这个Fred评了3分 然后呢 后面两个都是5分 都是5分 也都可以的 然后啊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这个例子 还举的不太恰当 这个Fred 它对这个第四个物品 评了3分 那是不是说 这个本 如果说我让他推荐商品 那好像推荐4不太合适啊 因为它是个低分的 那么假设说 这个Fred 它对这个 这个第四个物体 评了5分呢 假设说 它评了5分 这个本还没有进行买这个商品 那是不是说 我就可以给这个本 推荐当前的第四个商品了 咱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事 那么这个啊 是对咱们的一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user之间 咱们可以去算它的一个相似性 那么对这个item之间啊 其实咱们也可以算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咱们看啊 这个 对于这个零行来说 s5和s6 离的也是比较近吧 s5和s6 这两个我们看 它的一个评分 所有人对它的评分啊 都是还算比较高的吧 所以说 它俩离着啊 是比较近一些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svd分解 然后呢 咱们找出来啊 这个user跟item user跟user之间的关系 item跟item之间的关系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u矩阵 和这个v矩阵 把这两层含义啊 给它找出来 这里呢 为了咱们表达的一个方式啊 所以说 我取了哪两只取了前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维度吧 相当于是选了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呢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两个方向呢 对应的一个特征值 它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来说啊 假设说 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用户 叫做bob 然后呢 这个bob 现在也是有了一个评分 我说啊 我要对他 就是说 给他推荐一些东西吧 对他进行一个销售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啊 咱们还是 这里啊 就直接把公式啊 给大家放出来了 这个公式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需要先把这个bob 这个东西啊 转换成一个向量 转换成一个向量之后呢 我先去乘上这样一个U矩阵 再乘上一个S矩阵的一个 再乘上这样一个S矩阵 然后呢 最终啊 我就可以得到bob的一个分值了 我们看 它是一个1乘2的吧 那么把bob的这个东西啊 我们同样映射到 咱们当前的 下面的图 同样的映射到 咱们的一个 当前咱们做到 做的这个二维图当中 做到这个二维图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也去 可以算一下 这个bob离谁表近呢 比方说 用余钱啊 正弦啊 或者是 用一些欧视距离啊 等等啊 用任何的衡量标准 都可以去算一下 这个bob离谁表近 离谁表近呢 我就可以给它 可以给它呀 去推荐一些东西了 假设说啊 我现在对这个bob 我们看 我们看它的一个评分向量 那么找出来相似用户 它的相似用户是这个本吗 它离这个本最近 那么如果说本 它本呢 它看了一些东西 本对这个评分 它是比较高的 那我肯定要优先推荐 评分高的 然后呢 几次推荐 这个评分比较低的吧 这个是咱们推荐的一个策略 那么svd啊 其实在咱们的推荐系统 或者是 在咱们一个图像压缩啊 这方面是用的特别多的啊 这里给大家举了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 方便大家先理解一下 这个svd啊 它可以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